好,謝謝李俊英委員 我們現在請周泥安委員質詢時間12分鐘 好,在質詢質詢 我想先請問一下我們主席 我們內政委員會的那個 去年318的專案報告 我們會再進行嗎 就是我們在上會期 我們有決定,有這個主決議 我們等這個預算審查完我們再來拍 我們等預算審查完,OK好 那好,謝謝主席 主席麻煩請 署長,陳署長 陳國恩陳署長跟移民署莫署長 部長我是懶得問的啦 部長請坐 部長請坐啦,部長不用來 好,我先請問移民署的莫署長 署長,署長你好 署長你好,因為有很多預民署的官員跟我反應啊 是前金門主官 謝有發 謝有發,應服 服報 服報了加班費 被判刑確定喔 本席跟你問過 但是現在仍然調職了台北市專情隊隊長 現在又調到 這有許多的幹部感到不服啊 那麼司法判決他其實是已經有 他未造文書 雖然未涉及貪賭,但是明顯是品德有瑕疵 還可以繼續擔任主官的職務的話是你有什麼樣的特別的包庇行為還是不公的現象 你可以說明一下嗎 我跟委員報告 絕對不會包庇我們任何這個違法的同仁 那為什麼他被判刑確定 他在污前 他在貪污方面有瑕疵 有這麼大的瑕疵 你這樣子是在告訴你 其他的這個員工 你們以後這樣子做 也OK啦 署長一定會照你們的 是這樣子嗎 我都會考慮到我們全署的同仁都盯著眼睛在看 因此我要帶一個團隊 我必須要本著良心 那謝偉發他這個案子 他是在民國101年 在金門服務站的任內 那麼他在填砲加班的時候 跟實際他的加班的時間是不符 那我來的時候 去年來的時候 他已經是台北市專情隊的隊長了 而不是金門服務站的主任 是 台北市專情隊 然後過去的 是我們全署最重要的 最大的一個專情隊 他在這個隊長的任內 他工作非常的認真 非常努力 績效非常良好 他的大隊長對他非常的肯定 但是就是因為他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雖然當時還沒有判決 好 那請問一下 他從金門主 到調職台北市專情隊隊長 他中間花了多少時間 這我不清楚 因為我來的時候 他就是台北市專情隊 你來的時候 那你沒有 你要去擔任主官呢 沒有 這個他的過往你要了解嘛 那我了解是 我覺得人會犯錯 但是人呢 給他時間 一時貪 你要服眾嘛 簡單說我是要這樣子告訴你 所以這個案子 我先 我也不想要去談細節啦 另外 中國配偶來台的面談制度 也有詢問 私密性跟記憶的問題 比如說你每天吃什麼 你睡覺 窗戶的顏色是什麼 你穿什麼顏色 內衣 內褲等等 你們這樣子是問人家 你知不知道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對面談 規定 那麼我們也有教育的訓練 那麼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問的 我們都有 另外一連來講 我們在所有的面談 本期剛才問的都是你們在問的 所以呢 請你去做個檢討改進好不好 我們全部都有錄音錄音 而且我們也交代我們主管 隨時抽查 我們規定他必須要有抽查的報告 你去改善 你去改進 你看你怎麼樣 你來跟我報告好不好 委員你如果有任何資料提供給我們 因為我們全部都有錄音錄音 如果有這種情形 我們絕對處分 我沒有辦法去跟你錄音啊 我們有錄音錄音 我們有 我們全程錄音錄音 你要怎麼改善嗎 因為還是有人被問到這些問題嘛 那你覺得這問題會不會一笑大方 一笑國際嘛 好不好 會 我們會在這部分檢討 謝謝你請回 你跟我來報告就好了 謝謝 好麻煩陳 陳署長 署長 周瑋瑩好 好 署長你好 你新上任 我想你知道 本席在去年318學運的時候 穿著這個 現在本席穿著這個 背心 但是還是被警察毆打到重傷 那其實當天呢 本席是有誤判 為什麼本席誤判 因為在318在議場的時候 本席曾經站在一群警察前面 後面是學生 但是這群警察不敢動我 因為他知道委員在這裡 這時候我是在議場的門口 所以本席以為 看當我看到這麼多學生 還有民眾 他們手無寸鐵 他們手拿著照相機 跟手機的時候 他們被打 本席誤以為說 我如果到行政院 我可以暫緩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站到了第一線 可是這是我誤判 但是除了我誤判以外呢 我也想要問 我們的警察教育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我今天誤判是因為我不忍那麼多學生民眾 他們被打 而我以為我是立法委員 我可以暫緩這樣子的情況 不過事情還是發生 好沒有關係 請問署長 你上任多久了 七個多月 318學運警察打人的相關報告 請問署長 我們警政署完成了沒 本席的部分還是宣案嘛 其他的部分呢 中委員有要求我們重啟調查 那我們現在請 包括台北市包括保育總隊 相關單位督察室 組成一個小組 也請那個委員的助理來參加 好現在 組長 這是本人的部分 那本席在問你說 因為 被打的民眾啊 不是只有我一個 對 況且我不是民眾 被打的民眾跟學生 不是只有一個 曾經在這裡 那時候你還沒有上任 我們有好幾位的學生組著拐杖 來到這裡 背詢 來到這裡 來述說當天的情況 所以本席是要問說 當天的打人的相關的報告 有一年多以來 以前 前任的 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檢討報告呢 檢討報告有吧 我們自己有 有具體的檢討報告 就是 警察在暴力處理城抗事件的時候 要怎麼處理 該怎麼處理 整個的SOP的流程有沒有出來 怎麼的重新教育 其實去年我看到很多啦 你們那個前的那個王署長 他給有一些報告 他說有啊 我們 我們都有下令啊 都有兩個小時 至六個小時的 這個報告啊 給我的資料是 有改善嗎 我告訴你 來 馬錫慧 馬錫慧 松山機場的 是 去城抗的民眾 又再一次 又再一次 你們 態度非常惡劣 現在我手 問員 77歲 你知道嗎 他寫了文章 警察非常兇狠 對我這個77歲老人也不例外 多次用手跟盾牌硬把我推倒 幾次都幾乎摔倒 幸虧後面有人 沒有倒下 後來有一次 終於摔在地上 手肘著地擦傷 兩個牌子先後都撕爛了 你有檢討的話 一次又一次 就是 這樣子的發生 你要叫我們民眾 怎麼對執法的警察人員 相信他 這是他寫的 你 抓 抓心抓好 不要抓到 除了 恰雜母以外 不要抓到文人 文人會寫東西 會寫下來 會告訴後代子孫 我們的警察做了什麼樣的事情 你知道他寫什麼 有的警察態度非常惡劣啊 稱呼他們叫做人犯 或是東西 完全沒有人權的概念 我們警察的教育人權到底到哪裡去了 這是一件事情 已經發生了一年半 超過了 我跟你講本席 快則做到明年1月31 慢則會繼續再做下去 快則到1月31 我現在還是有時間 我每天都盯 我不會放棄啊 今天 賦予我這個責任 我不是為我自己 如果我的受傷 有許許多多的學生民眾受傷 都換不回我們警察 可以換得有一點點人權的概念 人權的教育的修改 這算什麼國家 這哪一門的國家 這哪一門的民主國家 這是威權國家在線嘛 你的做法要跟王卓君不同 你就要有其他的展現嘛 否則你只是 他只是跟我說委員到現在還查不出來 對你很抱歉 這樣子的一句話 你覺得可以塞得了我的口 塞得了我的腦嗎 所以請署長你回答一下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成抗的時候 成抗的時候應該要怎麼樣 怎麼樣去做SOP 第一 近年來齁 警察打人的事件是接二連三 本席認為警察非常辛苦 尤其是第一線的警察 但是 部分二職的警察 我覺得 署長你應該有所處置 這樣子你才能鼓勵 良善的警察 才能把我們警察的作為導向一個正向的方向 這是本席的認為 我認為警察 我去年318的時候 因為我每天都在議場外面睡覺 我可能還要謝謝你們把我打傷 我可以在醫院真的睡一場好覺 每天都在那個門口外面睡覺 我看到非常多的遠景躺在那裡 兩三點在那邊吃一點宵夜 我覺得這是非常辛苦的 所以我認為 不能讓幾個 態度上面非常惡劣的遠景 就壞了我們全部遠景的一整鍋周嗎 你同意吧 署長 跟委員報告完全同意 我們非常辛苦 在這個場合裡面 他要 你們是違反了警察直權行使法嗎 就這個部分我們過去 如果有違法或不當的 我們都有移送法辦 可以進行行政調查跟懲處 那麼在司法程序或行政程序中 其實這個是另外一套 你們自己的咧 你自己有沒有一套 你們可以做的 有沒有 可不可以制定出一套自我監督的系統 可不可以 我們的有政風系統 有督察系統 我們調查每個案件都非常認真 陳抗的 對不對 你詳細的辦法不給我 好署長我給你講 你給我一套專案報告 不然的話 本席就是先凍結你們 首長特製費就是你的啦 我一定會 我一定會凍結 你明年怎樣 我不做了你去解凍再說 我一定會凍結 警政業務的一部分 我也會凍結 我現在能做就是凍結你的預算啊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給我一個改善的計畫嘛 警察法治教育問題 這個是非常 我非常的專注啦 我最後一個 那個不好意思 主席可以再給我一分鐘 我想要請問署長 我們的警察考進來當警大的時候 你們是用指考的成績對不對 目前 警察到底是 所以你們得意揚揚的跟委員說 跟我說 委員我們現在考上警察的都成績很好 都可以考上台青椒 都是 都是 但是署長 我想請你檢討一個部分 成績好的人 他一定適合擔任警察這個職務嗎 他會考試的人 他一定適合擔任警察這個職務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們警專的考試啊 你們是另外一部分再去考 你們警專的考試 你們是邀請了所謂的 前幾志願的學校 學校的老師去 一個警察的這樣子的 你們考得出來嗎 本席是要問 你們考得出來這樣子的部分嗎 這個部分我真的 我請你 深切的檢討 我去年就在問王卓軍了 但是他沒有回應我 我覺得要我們要有好的警察 要好的制度 你必須要找到對的人 但是成績好的人 把歷史 是不是一定適合當好警察 這個案子我也請署長你 非常的專注去做 我覺得唯有這樣子 我們才能改善 人民對警察的觀念 你才能真正 好好的維護治安 國家也會給你們一定的尊榮 這裡是一份 這個剛才我在念的這個 林寶華 林寶華先生的 我的被捕經歷 我想請你搶賭 而且請你的幕僚去車場 這個書上 書上 周委員 那個 那個 周委員剛才要求的這個資料 要在今天這個 我們審預算之前要提供給周委員 好不好 對熊委員在質詢的時候 我們時要提供 這摸起來 對熊委員 都是平民之初